俄空天军持续向哈萨克斯坦运送维和部队和装备 俄罗斯国防部组建的由70余架伊尔部76和5架安抚 124运输机组成的空中编队正在昼夜不停地将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维和部队人员和装备投送到哈萨克斯坦 当地时间8日夜间 俄罗斯参与维和行动的部分主力部队携带装备从莫斯科伊万诺沃 出发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和热特肯机场 此前抵达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维和部队 已经开始执行保护重要设施 机场和关键的社会基础设施的任务